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N与L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粤剧名龄,她的戏剧人生就是余丽珍小姐 余丽珍生于1915年,出于2004年,就是广东人 但她就在南洋那边出生和长大 自幼,她就投身粤剧界了,16岁就已经成名 余丽珍能文能武,她的公马相当之限属 她就以刀马弹来擅长,清注的 她善演武打气的女角 在1947年开始,她也开始零影相妻,拍摄电影 她演出过《十奏严嵩》,是1952年的作品 另外又有《江水王爷祭真妃》,也是1952年的 《山东扎脚木桂英》,是1959年的 不过最为香港人熟悉的,都是她主要演出了一系列的神怪 武俠片和戏曲片,比如说《毛头东宫生太子》的上下集 这套片是1957年的出品 另一套就是《毛头东宫救太子》,也是1957年的 然后在1960年,她又推出了一套《毛头公主》《雷电斗飞龙》等等 这些剧情相当诡异的粤曲片 这些电影的桥段都非常天马行空,而上天开 全部都是由余丽珍主演,由她丈夫李少云,负责编剧 和当时时下的一般粤剧风格不同,自成一派,而且无出其有 此外,余丽珍飾演东宫梁梁梁的形象,也相当深入闻心 余丽珍曾经和邓碧云、罗艳卿、冯黄女、吴君丽、于素秋、蓝红、临凤 等等总共七位粤剧女演员,结以金兰,号称八卯丹 余丽珍排行最长,年纪最大,她的外号叫紫宝丹 余丽珍在1968年推出了艺坛,移居到加拿大,在2004年病洗, 余丽珍,享年89岁,余丽珍在马来西亚出生,香港1950年代 余丽珍是著名的粵剧和电影演员,她是广东人,她有宗教信仰,她是虔誠的基督徒, 十三岁那年,她就已经投身在粵剧界了,她就以演刀马蛋这个行当来建称的, 在20世纪50年代,直至她离开香港去加拿大移民之前,她一直都住在九龙旺角西洋赛街, 不知道西洋赛街的街坊有没有经常遇到她,她的丈夫就是著名的编剧家李少韻, 李少韻和她编了很多很出色的粵剧,剧本,她两个亦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在1968年代退出影坛,退出艺坛,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 在2004年3月4日,星期四,在多伦多病院病逝,享年89岁, 余麗珍向有文武相传的美语,而且她也有一个称号叫做东宫王, 因为她几乎做都是东宫的角色,粵语片,毛头东宫, 所有这一类系列的影片都是由她做主演的, 她天赋优美的正子侯,也都善演武场戏, 在粵剧界传统的披戴扣,踩桥,扎脚, 和伏水法等等这些好吃力的重头戏, 余麗珍都做得相当出重, 她而且能够在密罗锦鼓之中唱歌不停, 她曾经在燕子楼一剧之中, 一口气就唱了四十分钟那么久, 她也都善演鞋角, 她善演鞋角的时候, 也都每每能够令到人拍案惊奇, 除了演粵剧之外, 在五六十年代期间也都演出过很多时装片, 在七十年代就退出娱乐圈, 在1981年就移居加拿大, 在1947年,余麗珍就开始拍电影了, 拍过的电影就包括, 十奏严嵩, 五二年, 江水王夜祭真妃, 都是五二年, 扎脚木桂英, 五九年, 这些都是她相当出名的演出, 不过最为人熟悉的, 都是她那些神怪巫头的戏曲片, 包括巫头东宫生太子, 巫头东宫救太子, 飞头公主雷电斗飞龙等等等等, 她这个巫头的形象, 和她那个东宫娘娘的形象, 真是在当时来说真是深入闻心的,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余麗珍的演艺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先,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拜拜,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余麗珍的演艺人生。